哦 一就一 你感冒 第一名耶 貨真價實 台灣 後悔了吧 好漂亮喔 好美喔 真的清不掉 下一個抽的品名就想到了 就是自食了 教室院集的是任性美衣包袱 怎樣的敷衍任性夏廚新品 人們更驚喜先生 禮堤女兒 是受Celina這次取的酒品名稱 也一樣厭世 遇人不俗啊 對 心亂如麻啊 然後欲言又止啊 孤枕難眠 那早上忘了機會再靜頭 因為我也有記者靜頭 我比較沒有那麼想念 就是整頭躺另外一個 我比較想念是 我腳邊躺的一隻狗 很想平靜 沒關係啦 什麼大床都只有自己享受 其實也滿好的啦 誰說一定單身才孤枕難眠 好不好 好不好有人有伴 還覺得孤枕難眠 那更可憐吧 我正好壞 那妳孤枕難眠都還顫 看劇啊 看劇的滑手機啊 沒有我跟你講 所以我都是拖到最後一秒鐘 我才上去我的床 對睡眠就是 有一種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 很捨不得 跟著世界說晚安的一個 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壞習慣 就喜歡把自己搞得很累很累很累 然後 眼睛都畫不起來 然後採源影廠廠廠廠廠廠 其實像我就是很執意要松露啊 那時候就有講 它的比例當然不可能太高 因為松露的味道 其實說真的也不是那麼的 就是不是大家都喜歡的 我就是秉持 我就是任性 我就是這樣任性一下 所以後來我的 我還是堅持就叫任性 我有時候就會覺得 我單純只是想要出好吃的東西 有這麼難嗎 不要什麼東西都跟我講成本 我也一直在想說 一定要出一個期待 就拿出去送禮這樣 那這都是夢啊 這都是我覺得是很棒的事情啊 結果呢 最近就是原物料上場 紙類超貴的 超超超超級貴 對 應該是有進上不少這種營業額 算是 還不錯啦 我沒有虧 我賺錢 我覺得對大家而言就是一種鼓勵 會想再養一隻嗎 很瞎 那你這樣又贏了嗎 我有 我有跟我身邊的人警告 我說 我這個拍電影啊 拍一個月 我覺得如果真的壓力很大 你辛苦 我拍完就要養狗 所以那不只積極經營副業 害怕鬼片的她 接著就要投入鬼片頭七的拍攝了 我真的在家裡面看劇本啊 就是 晚上的時候看的會 會有一點害怕 晚上那個腦子裡面還是會就是 不但的想像 然後在那邊奔馳這樣 然後我就會看一看就是這樣 每次我就時間快到了 12點我就 好好好 今天就到這裡 不要再做功課了 明天再做好了 然後就去趕快去看一個 什麼追一個別的劇 來讓自己 珍惜一下 但是 還是很害怕 因為最近 這幾天的我睡覺 我的臥室 我都鎖門了 哈哈 那妳敢一個人洗澡嗎 蛤 洗澡 很多人都要天花板 很多鬼連個都自己 欸欸欸欸 地板那個 別想嚇我 我不想拼 我會拍嚇你們 但我不想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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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再做 好